店長好 店長請問是送你什麼案件 今天主要的內容是什麼 謝謝 店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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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林斯妙之死林某澤 在離去本署之後呢 就跟被告楊某熊、楊某火等人 共同涉嫌藏意法案的證據 那今日呢 並就此部分進行調查 被告林某澤、楊某熊、楊某火 涉犯刑法第165條 湮滅刑事證據罪 依刑法第101條之二 你來辦就對了 那我以前有辦公室你來辦公室 你別說了 你別說了 反見 經假官訓問後 認為被告林斯妙 那呃 林某林 以及呢 縣府農業處 湯處長 等人啊 涉嫌湯之罪條例第6條 第一項第4款 的圖離罪 被告呢 林斯妙並涉財產來源不明罪 均罪嫌重大 有勾竄滅贈之餘 且有羈押必要 連向法院申請羈押禁見 財稅局如姓局長 縣府 都市計劃科 農姓科長 涉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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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命聚保 15萬元 宜蘭縣政府 等機關人員設備一案 分屬的假官 在昨天 也就是22號上午 傳喚 居提 包括縣長 林斯妙等 20名被告的證人 0 20匙 1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